戏花課 彭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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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設計這張桌子的靈感 是來自財報道 是關於香港人住在劏房的生活質素 我們發現原來每一個人平均住的空間 只是大概三個次隔那麼大 其實我們都覺得他應該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放到駕駛 這個星級再造的產品叫做All-in-One All-in-One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首先它是一張放在床上的桌子 它還有一個儲物的空間 還有一塊鏡子可以給一些想化妝 或者梳妝的小朋友去用 除此之外我們用了一支筆 令到鞋帶可以卡在桌子上 那支筆就可以給小朋友用來畫畫寫字 讓他們多一個用途 這張桌子的主要物料就是紅酒箱的木板 桌子身就用了紙皮去做 這是桌子的基本形狀 我們就把它摔在一起 就摔到這麼厚 去形成一個這麼堅固的桌子 其實我本身一向都很留意環保的新聞 無意中留意到這個比賽 我就馬上就覺得我一定要讓他們試 我想他們都從中學到有概念 如何去做實驗 到最後如何重新 讓他們明白到要做一個設計作品 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香港人的節奏實在太快 也是一個造成很多浪費的社會 所以其實有時不妨可以坐下來想一想 如何可以將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 將它變成有用的東西 發揮自己的創意 創造一種屬於自己的獨特的物件 參加完這個比賽之後 我們就覺得這個升級再造的理念很好 套用了在學校的很多角落裡面 例如我們的聖誕裝飾 就會利用了一些教訓 還有我們的木箱 就用來做書架 希望可以達到這個敗物再造的理念 教識不同的同學 跟我們在學校的老學 可以看給予的一部